痛苦与牺牲对于英雄主义的重要性 距离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上映的日子越来越逼近 疯狂泰坦萨诺斯的恐怖指数也渐渐提升 可以肯定的是 这次的复仇者成员将遭受到萨诺斯重大的打击 网友也纷纷猜测 此次的战斗将会有不少复联成员领到暂时或永久的便当 这集的超过瘾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中可能会领到便当的角色 火箭元雄可能领便当指数一颗星 火箭元雄这一次和格鲁特还有索尔分到了同一队 前往制作索尔新的雷神之锤 这段主线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危险 加上火箭身边有好搭档青年格鲁特在 基本上应该是安全的 格鲁特可能领便当指数两颗星 格鲁特可能领便当的几率其实很低 但也许在遇到危险时格鲁特又会使出他的绝技 来保护大家也说不定 德拉克斯可能领便当指数两颗星 近期网络流出了一段星爵小队潜入知无领域的片段 影片中德拉克斯忍不住要以萨诺斯正面对战 今天他赔了我的妻子和妻子的死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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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姆达尔可能领便当指数四颗星 海姆达尔可说是漫威电影宇宙中一个大bug的存在 他的双眼可以看透宇宙数以万计的灵魂 如果来到地球后他不领便当 故事就有点难再编下去了 这三位金牌绿叶这次将会协助美国队长以及黑豹团队正守瓦干达抵抗萨诺斯的入侵 大军作战通常牺牺牲的都是小兵 虽然这些绿叶领便当的几率不高 但不能排除可能性 幻世与匪红女巫 可能领便当指数三颗星 这对情侣组合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由于幻世头上顶着一颗萨诺斯寻找已久的心灵宝石 除了幻世自己有危险之外 深爱他的匪红女巫也将不顾一切保护他 除非拿掉了宝石的幻世还能存活 又或是对方从头到尾没夺走宝石 否则双双一起领便当的几率也不小 星云可能领便当指数四颗星 在漫画Infinity Roundup中 星云扮演了打败萨诺斯的关键角色一 他在夺取无限手套后将所有超级英雄复活 但也因为使用不但而造成自己急速衰老 如果电影借鉴漫画情节 那星云领便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葛摩拉可能领便当指数三颗星 看完了预告加上第一部银河护卫队 可以确定葛摩拉是萨诺斯最为疼爱的养女 爱越深恨越深 当他们再次见面时 萨诺斯可能不会手下留情 罗基可能领便当指数五颗星 网友推测 罗基在这部电影里应该得不到太多镜头 因为导演已经确定 大量戏份还是会落在萨诺斯以及复仇者身上 再加上由于第一部复仇者联盟 他与萨诺斯已经结下梁子 萨诺斯也说过要将他碎尸万段 所以洛基领便当的可能性相当高 星爵 可能领便当指数两颗星 星爵泡了萨诺斯的女儿 当爸爸的怎么会放过这小子呢? 不过星爵领便当的几率还是不高啦 黑豹 可能领便当指数一颗星 蒂查拉国王这一次将带着瓦干达大军正守国土 相信挂点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考虑到萨诺斯有可能集齐所有的无限宝石 将所有人都蒸发掉 蜘蛛人 可能领便当指数三颗星 许多网友都大胆猜测 蜘蛛侠可能会在这一集短暂死去 因为皮特帕克还是太年轻稚嫩的 遇上萨诺斯 他的死去也能激起复仇者成员 尤其是钢铁侠反抗的斗志 奇异博士 可能领便当指数两颗星 大致上我们可以从预告片中 推测出奇异博士将会被乌木猴绑架并操控 最后奇异博士可能还是可以成功脱险 保住时间宝石 但如果没有成功逃脱 那就只能先领便当了 B寡妇 可能领便当指数三颗星 在前几部电影我们都已经知道 他跟布鲁斯班纳互有好感 也许他在关键时刻 领了便当更能激发出最强的浩克 绿巨人浩克 可能领便当指数四颗星 从最初漫威第二部电影《无敌浩克》 到雷神索尔《诸神黄昏》 这个角色都在持续成长 但最终还是会迎来离别 也许浩克或是布鲁斯班纳 已经在为他的谢幕倒数了 《雷神索尔》 可能领便当指数五颗星 可怜的索尔先是被自己疼爱的弟弟欺骗 然后死了娘 再被女友甩 再死爹 死朋友 再后来自己的王国也被毁了 最新的复仇者联盟预告中 疑似阿斯加族人也被萨诺斯军团殲灭 好不容易转阵的弟弟也岌岌可危 而这大大加强了最后让索尔壮烈牺牲的可能性 美国队长可能领便当指数五颗星 美国队长心里一直都有一种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烦恼 加上扮演者克里斯伊凡 已经再三确认他将不会再续演美国队长这个角色 剧主也许会在接下来两部复仇者电影里为他做最后的告别 也可能提早在《无限之战》中发生 钢铁人可能领便当指数三颗星 没有钢铁人就没有现在的漫威电影宇宙 在最近由官方释出的《复联4》片场照 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确定东尼在《无限之战》中领便当的机率并不高 但介于萨诺斯来势汹汹 钢铁人被打败或暂时死亡也不无可能 说了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 《无限之战》中一定会有角色死去 但多少位哪一位到现在还是个谜 只有到电影上映那天我们才能知道 各位觉得以上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 我是在看了预告片后 再加上自己一些观点和得出的推测 如果大家觉得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加强的 欢迎在以下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请帮忙按个赞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超过瘾 下期再见 这份好编曲 比方文栏 比方文栏 还用网文树 还用网文树 反映 《无限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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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